11月2号来我的直播间 这些武林的马卡龙全部是送你们的礼物 等你们了 为了直播真是太平了 近日张继中晒出娇妻杜心凌走红毯的视频 视频中39岁的杜心凌跨着名牌包包 穿着打扮好似贵妇一般 走在红毯上的她拍了两下手 这时从两边走了很多男性工作人员来给她助阵 杜心凌直言来自己的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好礼 那就是马卡龙颜色的汽车 在视频中可以看见 在杜心凌的身边的确有很多辆的汽车 大致数了一下最起码有十辆 看来夫妻俩真是下了血本了 众所周知 由越来越多的明星加入到了直播大伙中 所以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 这些明星都会准备一些手机汽车送给大家 而张继中夫妇也为了吸粉 开始了大手臂的送礼 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粉丝去抢呢 一直以来张继中和杜心凌的妇女恋一直被热议 但这一点都影响不到张继中逾越的心情 尽管已经70岁了 但有娇妻爱女的陪伴 张继中仿佛又焕发了新的获利